老實說 我馬居士 始終我都是居士來的 你真是叫做玄學家 你跟那麼多人問卜 批八字 批命 甚至乎 很多東西 半個心理醫生 其實你覺得 是不是人去到什麼環境 我們有那麼多客人 粉絲找你 他們一般是很旺的情況 還是黑黑 去找你 你自己不要說這裏吧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跟人批那麼多人八字 九成人都是臨轉運才找我 但是他轉運未必一定是 又不好變好的 可能又好變不好也是的 總之就是臨轉那個大運就來找我了 那麼奇怪 我批過那麼多個命 有九成都是這個狀況 那麼奇怪 但是正所謂 命好就不如運好 命差也未必是差的 你的所說 命差也不一定衰到鐵地 但是如果你的命好而沒有運行 命好就不如運好 有一個人的命 他的八字是平命來的 但是他的大運就了他的 這條平命都叫好的 但是一個人的命是很好的 但是大運完全不合他的 這個人都是沒有運行的 但是如果大運不合他的 那條命又何來叫好運呢 好命呢 他的命是好 他的命是靚的 他的八字牌出來是靚的 但是你的大運不遷就他 就是行光了那些記 他所記的那個五行的運 就是譬如 他的命 應該 譬如我這樣說的 十歲至二十歲 他只要去 譬如東南方讀書 就一定成功了 是的 一定做 那條命 講到 幾乎中狀元 一定是 做高官厚錄 高官厚錄 誰知道 我去哪個北方讀書 就死了 這些就是他說不遷就他 他說不遷就他 要是他人不遷就不去 他的命是很漂亮的 他的命批出來 但是他應該是這樣的 就會是好的 真的未去到那時候 你看下去 但是 就是他家裡 因為很多原因 就搬了去北方 他就在那裡讀書 是的 那就變成了讀不成書 OK 又或者讀到也不能得到 是的 都不能得到高官厚錄 是的 OK 就是你運行南方 譬如你五行缺火的 你運行要南方的 但是你去了北方做事 大哥 運都不遷就你 你怎麼會發達呢 但是 我們有時候 講到一些宿命 我們經常是業力推動的 就是說我們本身 你那個父母 是帶你去南方 還是北方 去奏你的命 定義你的命 其實都是業力推動的 既然都是一個宿命在那裡 譬如你現在說什麼 那為什麼 那個命格你批的時候 他不在八字裡面顯示了呢 正如有些很出名的 袁鶴家說過 是很出名的八字師傅 袁鶴家說過 你一條命 很好的 你一條命等於一條橡筋 你一條橡筋 拉到罪行 都是有個框在那裡 是吧 拉到最大 始終都是有個範圍 但是你把這條橡筋 搓到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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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細 雖運是可以無下限的 好運 好運就可以有上限 你明白嗎 一個人的運是可以轉 但是是可以憑你的力量去轉 你明白嗎 就是一個運要轉好的 等於一條橡筋拉到罪行 他轉好極都是有個框在那裡的 但是你不是回答我的問題 我是回答 既然他怎麼走 都是業力 他推動的 那麼為什麼這條命 不一早顯示了他會怎麼走 於是他連那個 本身的好命都不是好命呢 因為他 因為譬如 你說他的命好 譬如他應該去南方讀書 但是最後 他是運不走 在北方讀書 但是如果我們相信業力的話 那就是說他這個去北方讀書 無論是因為他爸爸 因為什麼原因 其實是命中生成 他是不會有機會 就是說 你說為什麼這條命看不到 他要去不去北方讀書 一出來的時候 就應該 根本就是 遷返那個運 條命要遷返那個運 是不會有那個好命的情形出現 因為你起了一個命要看 你的條命很正 但是你的運完全不行 就好像令公子那樣的條命 所以說是 剛才你所說的 是運可以變 是上天給你 運是可以變 因為那些人經常說 我走衰運 找師傅改運 運是可以改是可以轉 但是轉好極有限 OK 但是衰極就無限 你剛才說我兒子的什麼 令公子那條命 令公子那條命是平命 但是大運就他了 所以他這條命由平民升格到上等命 就是這個意思 他就到什麼時候 我沒有什麼看 他一直都是城西人 他走五十年大運 OK 由他讀完書到出來做事 到晚年他都還在走運 因為他的大運都遷就他來走 一般來說你會覺得我兒子是社會上的 成功人士 絕對是成功人士 但我到現在都看不到 將來出來做事你就知道他有多成功 OK 好 我們不要說了 正義是這樣 所以你們這個界別 你不相信就不要說了 就覺得其實批命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你知 命 就可以去吹吉避兇 最重要是知命而去推 不知命 就難成君子 毫無君子 那你知命 原來 譬如你說 剛才我們用的例子 南方讀書好 那你去配合就好了 你配合啊 去南方讀書就好了 就算我不能夠 譬如我真的在 苦寒之地 在北方 也沒有條件去 外國留學的 都在那個城市裏 找一間最藍的學校 對啦 這些就叫就 就是盡量去就 盡量去就大運 OK 那你大運告訴你 不是 你的命告訴你 你要去南方火地 那你就盡量就去南方火地 因為你去南方火地才行運 所以你就要盡量將 批命師傅給你批了一條命出來 說你南方禍你 你就盡量就南方 所以說有時候那些人 又說 你今年什麼什麼 當然那些很籠統 說 譬如批命師傅 譬如你 我現在去找你了 他們就批得出 讓你現在跟你推我這個時間 這樣 你應該穿多些白衣 譬如 原來你說你火重 要找些東西吃得多 火重就要什麼 是不是穿一些藍色衣服 火重要土 要水 要水 要錢藍色 或者那麼多水 我們盡量去就就是這個意思 盡量去就就是這個意思 我盡量去幫你 去就著你不要的東西 就是你行運的東西去做 譬如你火重 我叫你穿多些藍色衣服 你五行要水的 你就穿多些藍色的衣服 你五行要金的 你就穿多些白色衣服 但是我這樣說 如果譬如 看你屌 你們兩個 你是天煞孤星 你什麼中華英雄 但是我真的很想找老婆 想結婚的 那 那條命就是這樣 那我們去吹她的桃花 只可以幫你盡量去吹她的桃花 還有看看 哪個方位 黃麗桃花 OK 那你去那個方位 你已經看到她 屌 你們兩個真的沒有運行 是啊 我遇到過這些客戶 之前有過這些客戶 是你的粉絲來的 我知道你會盡量替我吹桃花 盡量替她吹 但是吹完 她其實真的沒有了就沒有了 真的沒有就沒有了 那怎麼樣 好多沒有了 我就盡量替你推 我也會盡量替你解釋 你的桃花會遲些 到我遲些出現 因為她真的好遲才吹 七十多歲才有桃花 七十多歲才有桃花 我就盡量替你推前一點 還有不要就大運的桃花 不要就大運的桃花 就年份的桃花 就榴蓮桃花 或者就榴月桃花 OK 這樣也好得無來 但如果你知道 原來我真的沒有姻緣的 也可以心如止水 不要想那麼多 正正經經去叫一下雞 就算了 我不是開玩笑的 都是的 都是多了 都算了 等到自己六七十歲 可能那時候真的遇到 是的 那個就是 跟你施首 罵下半身的人 是的 哦 這樣 好了 那大家是不是覺得 很有興趣呢 我還想問 這個真的我很想問的問題 無論你這個師傅 或者我以前的命書 又或者 我忘記了 我和名字都是超多桃花的 過得這麼說 多得不得之了 但我真的沒有 你有你不覺得 這個我就是最不喜歡 你怎麼說有不知 有不知跟你有同知是兩回事 現在嘛 這些就是很虛無 他說 你好想多女兒 我說 不是 怎麼會你不知道呢 用這一句 但我真的沒有 我現在五十幾歲 每個人都說我桃花多 不是桃花多 桃花多 大哥 我拍了一次胎 第二位老婆 第一次胎拍了一年半載 第二位老婆到現在 我真的沒有 有些人是想你你不知道嗎 但是 你有沒有 是不是真的一條女兒都想你 你都知道 你敢不敢這麼說 不是 很多條女兒跟我示愛 我都拒絕了 那是呀 示愛這些不算桃花 沒有桃花 但是沒有法治 沒有桃花 沒有桃花 沒有桃花不代表沒有桃花 桃花不代表一定有得桃花 這個是大家認識的 不桃花就不是桃花來的 對我們來說 是嗎 你怎麼會想你 那難怪你又說你沒有桃花 你沒有得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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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都沒有桃花 你當是條女兒說你不是 桃花有機會是爛桃花 沒有得桃花就有機會是桃花 我們現在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講一講 我們今年年尾 我們有四個風水髮器 是不是四個 是四個 一個就不關風水豪事的 那個我也不多了 其實你們不要再訂了 那個就是俄羅斯的天鐵 那顆東西沒得桃花 那都是十顆八顆的 是啊 是的 我看到他們繼續在訂 他們有條數字的 數字 那那個為什麼呢 那個是什麼石呢 那個叫天鐵 是啊 你說是什麼石呢 天鐵是一種礦石 是一個銀石 是一個銀石的 那顆是黑色的 天鐵呢 天鐵是一個礦石來的 它有機會碰到金 有機會碰到銀 就會變不同顏色的 那麼碰到金就變金的顏色 碰到銀就變銀色 碰到銀就變銀色 碰到石英就會閃亮亮亮 所以你說一定是 我那顆是純天鐵 當然是純黑色 但是它可以碰到金 碰到銀 你跟我們感覺感應過 我們那些天鐵 我跟你感應過 你那批天鐵全部都有能量的 但是強弱之分 但是我第一顆 就已經被我老婆馬上扭到我的兒子 是啊 我叫你老婆拿的 我也沒有 她說要去排除負能量 排除自己體內的負能量排出去 將自己體內的負能量排出去 譬如如果我有抑骨症 又能幫忙嗎 有抑骨症那些最好戴鐵鐵 因為它會幫你擋住外面的負能量進去 以及拘除你體內的負能量出去 即將所有負能量全部都趕走 即是說 我們已經掃了偶限了 是啊 但大家如果 即是又不是很貴的東西 幾百元 買了幾百元 是啊 即是如果譬如說 整天不開心那些 有些古靈性愛的想法 那你寧可順其有 幾百元就買一顆天鐵 可能都能幫到手 但是呢 正如有十三個月 其實應該是你說的 如果你戴上去真的很不舒服 就立刻要脫 真的要脫 因為它 要是能量過強 你受不了 要是你根本就不應該戴這顆東西 好了 我看完外面的風水法器 加上我們現在的包裝精涼 尤其是那些節目自吹自擂 我們最主要的風水 我們今年出了三樣法器 但其實這三樣法器 我為什麼這麼推介呢 因為三樣東西 你都是一個價錢 就可以享用終生 第一個就是它的靈嚴咒 靈嚴咒 不是靈嚴咒 是靈嚴咒 我講過 那個故事 就不講 其實它是一個 是你開了光 為什麼可以保一世平安 我年年不用換 是啊 不用換了 我拿出來幫人 我最主要 最主要是 因為這個 但是我告訴你 俄詩為什麼會爆了天鐵礦 我有沒有告訴你 沒有 因為烏克人打俄詩 那時候炸了天鐵礦 是啊 是啊 那為什麼這麼乖 我告訴你 因為細度不壞 是不會出天鐵礦的 OK 天鐵礦是拘除負能量的 就是你細度太壞了 連地球都頂不住 於是說天 就要爆天鐵礦 天鐵礦出來 給你們有緣的人 去拘除負能量 去拘除自己的負能量 是的 但是天鐵礦 這個天鐵拘除負能量 和你那個靈礦 那個靈礦就是 那個靈礦就是 那個靈礦 另外一個叫做 大八山開神咒 就是代表你頭頂上 有一把很大的傘遮蓋著你 幫你擋了外來侵擾 好 這一個呢 我上次講的故事 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專者 柯蘭尊者 因為他受到他的前世 就是千年情人 那個不知什麼家裡的誘惑 是的 那時候佛陀就是 就是靈通的 看到這樣 於是就立刻派 不知哪個 分樹菩薩 就是約靈嚴咒 是的 就是宣讀這個靈嚴咒 用靈嚴咒 去保護柯蘭尊者 是的 以免破戒 是的 那這個靈嚴咒 就是散了 是的 而且呢 根據佛經說 柯蘭尊者 一個靈嚴咒 一行 一行使 無論柯蘭尊者 還是那個 那個 摩家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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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摩家陀女的媽媽 因為摩家陀女 媽媽來行法 都立刻跪 立刻歸依我佛 復法 是的 所以這個靈嚴咒 基本上 其實就是用來佛陀傳世 用來補瘡身 是的 因為你要明白 佛陀有說 他裂盤之後 他裂盤之後 魔王波遜第一個滅法 魔王波遜會滅佛法 魔王波遜第一個要滅的就是靈嚴咒 好 OK 真的要證明 但是裂盤之後的佛陀 其實他用另一個形式 他無處不在 我們都是佛 如果你得道的話 想通的話 好了 這個靈嚴咒 488元 沒有多少貨 沒有多少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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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一個風水髮器 那些就不詳細說了 時間長 為什麼用一輩子 其實一般的簡易家居 你特別有什麼問題 你找個風水去看風水 不利都是那幾樣東西 化病 化病 吹菜 等等 其實我們有個五吊前 我們有個三麒麟 是的 我們有兩葫蘆 是的 還有一個招財袋 招財袋 其實為什麼說一輩子 因為 因為 我們可以循環作用 你可以循環作用 但是你擺在地方不同 是的 只不過是連連轉位 那你說明年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當然 明年 明年就是明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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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你呢 明年在我們賣 留意節目 認得也好 不認得也好 我們想想 明年我們要出你 我沒理由 賣完一次 到時候給我們一封禮善 20元也好 我們拍回 講笑 我們有一張紙 今年呢 今年是甲神龍年 明年是甚麼 明年是月字蛇煉 月字蛇煉 蛇煉 我們給你一張照片 原來 原來那個榴槤飛升 那個化殺三奇龍 升 一樣位置 不用動 原來這個陀螺 這個葫蘆擺在哪裏 原來這個擺在哪裏 這樣又回應一般general的價格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划算的 真的划算 外面是不行的 這個賣多少錢 688 688 一套 裏面有些簡單的東西是沒有的 那些簡單的東西是你自己可以買的 太簡單的東西我不放進去 例如呢 水 水你自己拿個杯把杯水 那無化機可能每個人都會有 木盒仔那些兩文具泡都買到 是這些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的木盒仔 就把20元放進去 我聽師傅說 是 放一堆散銀 接著放到麒麟 麒麟 麒麟可以嗎 麒麟沒有問題 麒麟化三殺 麒麟化三殺 是 我們要去不斷 保密 好了 當然最後我還有北斗七星鎮 很多網友在這裏問 究竟 你又說 麒麟化三殺 這就是發什麽惡殺大殺 那究竟 為什麽我們需要北斗七星鎮 是否每個人都需要北斗七星鎮 我告訴你 最美麗的風水屋都有 都有殺氣 每一個殺氣都不同 每一個殺氣都有不同 化殺氣的辦法 但是這個北斗七星鎮呢 是最普通用來化殺氣的東西 一個就可以化幾百陽殺氣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住 我當你好好風水屋 左青龍又白虎又開陽 又怎樣怎樣 淺水灣怎麼知道可能有海殺 一夜一個無盡大海 令人心寒的 或者早上 於是乎去家屋 那你隔壁裝修這些都叫聲殺的 是啊 變成了 你就要用很多煩了 你們擺八卦那裡擺了一棵洋樓 而北斗七星鎮呢 我們那個呢 就是基本上一個最 就是一件產品 大致都做得到的事情 這個往後有識的 天斬殺 香港最常出現就是天斬殺 天斬殺是什麼 天斬殺就是兩棟大廈夾著一條小蟲子 那兩棟在存在寶 但是那條小蟲子要對東方日出見到 或者日落見到 那些光在那條小蟲子衝過來 那些就叫天斬殺 哦 是啊 有 但是不常有 又不是一定常有 很多 光會透過那條蟲子 是啊 光會透過那條蟲子衝過來 真真正正的叫天斬殺 但是這樣說 譬如我看樓的時候 在九龍塘都是豪宅地區 是啊 譬如現在我們看樓不會太夠新樓 誰知道呢 哇 那些叫樓景 沒有辦法在九龍 哇 但是那些舊樓 天棒和角對著自己 那那些是不是殺呢 是啊 如果你動樓是靈性矮的 旁邊有很多高樓圍著你 這些叫地陷殺 但是如果高的呢 如果你特別高的 這些叫沽風殺 哇 這樣就想到殺 這些全部都是殺氣來的 我告訴你 那這樣很難搞啊 這樣就是 所以北斗七星陣就是天下無敵 什麼殺都可以 在北斗七星陣呢 那最主要譬如你說 我有天斬殺 OK 又有陰殺 因為譬如我對著那個墳場 是啊 那我的北斗七星陣放在哪裏 如果你說對墳場 那當然是北斗七星陣 當然是對墳場 對墳場 對墳場先把陰殺 但是那邊有個天斬殺 那邊還有個天斬殺 那邊還有個天斬殺 那邊有個窗簾 你就拉上窗簾去 要不然你就拉上窗簾去 你就拿北斗七星陣對著天斬殺 喂 但是我們北斗七星陣裏 有個大日娛樂的總之字 是啊 那你可以將總之字對陰殺 是 北斗七星陣對天斬殺 那就可以連續幫你發兩個殺氣 OK 但如果家裏真的 哇 不是啊 周圍都是殺氣 我就真的 要壞些都說 要找我去看 OK 那各位 因為外國人買不買到 應該你們WhatsApp 8481079 我們很多外國人買了 我不要去跟進 那我就 我們暫時 暫時 暫時不算天鐬 就三樣發氣 但這三樣發氣也是 譬如 我有個地盤殺 那些什麼殺地盤 地盤那些叫洞土殺 洞土殺 咦 它建好了 很帥仔 那我就可以把北斗七星陣 拿回去 你建好 你也要看 你對地盤 你對那棟大廈的什麼位置 如果師傅看過是OK的 那我可以拿開 可以拿開 拉開窗簾 就放在對著那個陰殺 原來後來 有人不知道什麼 還要建建的房子 看不到那一座牆 那我就可以 又拿開北斗七星陣 放在其他地方 原來我另外一座房後 對著那個直警處 對著警處 歡門殺 歡門殺 就是那些政府部門 那我就可以 如果對醫院呢 對醫院 對醫院都是貴陰殺 陰殺 哇 這樣屌你 京視拍的那些樓這麼貴 你不要說貴 你就算有些便宜一點的樓 供屋對著籃球場 整條蜈蚣燈柱那些都叫蜈蚣燒的 那我家裡不太多燒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我家裡我真的認為是很賣命的 我家裡看出去的露台有天 有山 有海 有城市 有鐵路 有馬場 有足球場 你看到那麼多東西 這麼厲害 但是如果這樣說 我限過籃球場 它有一條燈柱 如果高於他就無所謂了 高於他就無所謂了 例如我講的那些是對得正正的那些 那些叫蜈蚣燒 那些是影響健康的 如果蜈蚣燒對你廚房 就算煮馬記廚房的東西都會肚餓的 那麽糟糕 好 好 別說那麼多了 明天風水號是否還在 反而這個星期六因為他要出替風水 替風水加食渣宴 食渣宴 所以他平時在星期六長住後餃 所以大家有什麼疑問呢 明天上來 下午又是一兩天後 上來可以找封水豪子的迷津 至於想訂購就可以削我們的法器 包括天鐵、風水豪護身符 甲臣農聯的家居風水擺設 還有北斗七星陣 全部都有 其實我還有很多不是法器 但又可以做法器的 譬如我們那些招財貓、金貓、白貓 金龍的酒 還有那隻招財貓、流水座 這些全部都可以是法器 流水座我其實擺在哪裏 為何要我擺在這個位置 你這個位置是正北位來的 明天正北是財位 你擺一個流水座在那裏 就帶動財氣 整間啤梨馬步都是 帶動財氣 整間啤梨馬步都能賺錢 但我這個東西 那波不轉 只是水動 你不可以弄動它 你有空 每天就弄一下 我開了 那些招牌說給我換那個泵 那個泵不夠力 一個波重 給我們大了一個波 到時候 那個波又在那裏轉 水又在那裏 水為財 正北位吹財 好的 好的 多謝風水豪上來幫忙 大家記住 就訂花膠 說護身符 天鐵就問清楚 因為我真的不多貨 真的不多 不多貨 因為其實都不是想做貨 就這麼巧 在這個勢度之下 你很一下子就炸了 就是這些 這麼壞的勢度之下 就炸了那些招牌 其實呢 現在我們將會面對 可能若那一年後 你看回頭 有人說 你現在認為 過去十年 今年最差 可能在十年後 你認為今年最好 如果這樣的話 就真的是大了 有沒有這樣的趨勢 沒有 因為我說過 九運這二十年 過了這二十年 前九運就完了這一百八十年 就進入另外一個新的一百八十年 所以 這個二十年 九子離火運 前十年 一定是壞的 一定是壞 因為大清洗 大清洗 大清洗 沒可能不壞 是不是 九運這樣說 後十年就會開始有定義 後十年就要開始 要將前十年 那些燒盡了的泥 那些不用的東西 丟入火爐 重新煉那些有用的東西出來 去迎接下一個新的一百八十年 嗯 OK 所以 怎樣都要捱這十年的 真的 如果我們有轉世的話 希望下一世 我們和國外網友再接商 如果有的話 一定會再接商會 是的 基本上我們這樣看 這樣叫做有緣 有緣分 結成一個緣分 你下世就會有機會相見 阿彌陀佛 明天再見 拜拜